认证的在经厂上签名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参加大湖消防分队 新建工程动土典礼前受访表示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新课纲的实施 老师面对家长及校方的压力与负担都更加沉重 为了感谢所有老师的辛劳 并确保守善之都台北市能维持高水准的教学品质 今年教师竞师今将恢复发放2000元 发放对象还包括代理老师 今年宣布将进士金从原本600元提高到2000元 最主要就是要感谢所有老师们的辛劳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新课纲的实施 老师面对家长校方的压力沉重的负担 台北身为守善之都 我们也一定要确保高水准的教学品质 除了给老师们最好的照顾 以及要确保留住最优秀的师资 以及吸引富有热忱的老师前来台北市 所以这一次我们提高2000元 除了感谢老师 同时我们的对象包含正式以及代理的老师 除了恢复发放2000元进士金 今年近4月 北市府还与86个企业合作 只要凭台北市教师证 就能有折扣优惠 为全农更在9月17级9月27两天 各提供100张门票 邀请老师免费进场看球 还提供主场购票半价优惠 除了进士金 我们也包含包括食住行娱乐等 今年的进士月 我们特别让台北市的老师 只要凭教师证 就可以到包括福华饭店 微风台北101 二楼餐厅 动物园儿童心乐园等 86个合作的企业 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另一方面 我们也跟卫权龙队合作 在17号跟27号 各100张邀请我们台北市的老师 免费进场看球 所以在这边也要提前 跟所有辛苦伟大的老师们 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台北市教育局方面预估 今年有近3万人 可以领取禁师金 符合资格者 可依需求选择成品 金站百货 或是四大超商等支礼券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